首先歡迎大家出席今天這個和平學校計劃的簡介會 我也想跟大家講一點關於這個項目是誰的organizers 其實我們這個項目有兩個organizers 一個是福倫Rotary Action Group for Peace,Hong Kong and Macau Chapter 以及UNESCO世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的和平中心 為什麼他們兩個一起合作呢? 因為這兩個機構都對和平非常關心的 UNESCO的Vision and Mission就是 Build Peace in the Mind of Men and Women 而在福倫那方面 他們最注重的就是 Pea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也是這間我叫做百年老店 當它開始的時候成立的時候 最主要就是希望經過各國與各之間的互相溝通 他們能夠帶到和平的境界 那你變成了就讓那個sustainability 那時候都沒有sustainability的概念 OK? OK 今天我很開心邀請了Yunice OK?來幫我們做這個briefing的presentation Yunice 好 嗨 謝謝 Missy 那麼多位學校的老師代表 校長和童工 大家午安 剛才的Missy已經跟大家介紹了 我們這個和平學校項目的主辦機構 我在這裡我們就不多花時間去講了 因為一會兒接下來我們有很多很重要和很詳細的資訊 就可以告訴大家 究竟可以怎樣去參與我們這個和平學校的項目 好 我們先看看 不好意思 好 其實我們這個項目今年已經進入到第三年了 我們這個項目其實在2021年開始 我們和平學校這個項目 其實已經有超過26所的學校參與了 所以大家在這裡看到其實也有很多很熟悉的學校 也都可能曾經是你們一些有好的學校參與過這個項目的 那麼大家在這個項目裡面其實都取得一些很好的成果 好 那接下來大家就會去問了 咦?那究竟這個項目有什麼那麼好? 我們為什麼要去參與到他們呢? 那麼我們接下來就慢慢地跟大家去解釋一下 那麼首先第一個我們這個項目其實很想就是說 可以對於老師啊 對於學校啊 甚至對於同學來說 我們的目的就不是說 我們要加重了學校或者是老師 或者是同學的一些工作量啊 或者是負擔的 反而我們是很希望呢 大家可以透過我們這個和平學校的項目裡面呢 可以得到更加多的支援啦 甚至在學校各方面的一些活動啦 或者是一些價值觀教育啦 各方面是得到提升的啊 那所以首先第一呢 我們就要回答這個問題了 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參與這個項目呢? 好,很簡單的而已 因為首先呢 我們都和大家一樣啦 我們很想去支持和推動和平教育這個理念的 好,那第二呢 我們都很希望就是說 可以去支持 由聯合國倡議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啦 那這個其實呢 大家都很熟悉的啦 那麼在學校裡面呢 其實呢 都會 學校經常都會有做一些不同的活動啦 去響應這些目標的啊 那所以呢 我們就是說 其實我們想學校呢 你們其實本身都已經有做開這些活動啦 我們這個和平學校 和平學校這個項目上面 我們的平台上呢 都有很多很豐富的資源的 那麼其實我們都希望 大家可以透過參與我們這個項目 可以得到更加多的資訊啦 那就可以一起去 可以去設計啊 或者是製作啦 可以進一步去提升 幫助到學生 理解這個和平教育啦 還有可持續發展的17個 Sustainable Goals的 這個一些資源啦 或者是教材這樣的 那好了 講完一個這麼好的理念之後呢 大家就覺得了 咦 那我們究竟有些什麼要做的呢 那內容上面呢 其實是很簡單的 因為其實很多活動呢 大家其實一直都有做 除了學校 除了你們在校館裡面會做的活動之外 那當然在我們的這個項目下面呢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活動呢 可以給大家去選擇性參與的 那首先第一 我們會剛才說啦 那我們會提供一些 是的 跟我們的拍檬啦 會提供一些很正向 很有意義 響應我們和平教育啦 還有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一些活動呢 是給學校啦 那另外呢 我們也都是很希望透過我們這個和平學校的項目啦 去支援老師一些專業上面的發展的 那就例如可能我們在對和平教育的理念的理解啦 或者是我們可以怎樣去設計一些活動啊 將一些可能我們在課本上面的知識 或者是課本上面的理念 怎樣去化作一些學生的行動 可以去響應這些這樣的目標的啊 那麼我們在這方面呢 都會給到支援給學校 還有給到老師的 好了 那就在學校的層面那裏呢 那麼我們在這個項目 其實當這個項目的軟件之後啦 那麼我們都會舉辦呢 一些叫做成果分享日啦 還有一些頒獎點來的 那麼到時呢 就會邀請所有參加這個項目的學校去出席啦 那麼在這個活動上面呢 我們當然都會有一些經驗的分享啦 邀請到一些火博學校啦 亦都是希望呢 我們到時就會去頒發到一些 活平學校的證書給到大家的啊 好 那另外啦 那麼我們呢 都很希望透過我們這個項目呢 可以支援到學生啦 例如可能在小學這方面啦 小學的常識科 包括可能中學的一個 公民與社會發展這個科目裏面 其實有很多的內容 課程上面的內容呢 都會是涉獵到 我們剛才所說的一些價值觀的教育啦 一些是例如可能說可持續發展目標的 一些教育上面的一些 資訊啦 或者是內容的 那好啦 那麼在這些內容上面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老師會去想就說 啊 我們怎樣可以將這些信息 這些概念 更加可以有意義一點 有叫做活動性一點 可以給到一些學生 去實際去操作啦 那其實我們呢 就會去透過我們這個program 有很多這樣的活動例子啦 可以給大家去參考的啊 也都我們很希望就是可以去實學學校 把大家心裏面所想的這些活動呢 我們更加就叫做豐富一點 令到一些學生呢 就可以更加去深入去理解 和認識 剛才所說的和平教育啦 這個理念啦 和可持續發展這個目標上面的概念的 好啦 那在這個項目下面呢 剛才說了我們為什麼要去參與啦 那好 那有些老師就會問 那究竟其實具體我們要做到些什麼呢 那其實就很簡單的 我們呢已經將這個項目裡面 那個我們怎樣去開展目標教育呢 這件事呢 我們就設計了四個範疇的 好 那就是大家所看到的這個四個範疇啦 那首先第一個範疇呢 我們就叫做社會服務啦 又或者是學校經常都開展的 叫做義工服務的 那我們為什麼會去做這些呢 其實學校啦 包括我們都希望就是學生 透過這些服務 透過這些活動 可以去提升它一些價值觀的教育 例如怎樣去幫人啦 怎樣去幫這個社會啦 那這個是一件事啦 那另外呢在第二個範疇裡面呢 我們就是很希望呢 可以響應和去推動呢 聯合國倡議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啦 那在這個發展目標裡面呢 其實那個範疇和內容是很闊的 那現在呢 其實學校我們都在說了 我們不單止是要去 怎麼說 可能做一些校本上面的科程或者活動啦 我們都要響應和去形式 現在全球的一些教育發展的趨勢啦 或者是一個目標啦 那我們都很希望透過這個項目呢 可以令到學生去加深去形式 一個全球教育發展的趨勢啦 可以提升他們的形式和理解的 然後第三個範疇呢 那就是呢 我們都會響應去推動 聯合國提出的一個指定的國際日 那這個國際日呢 那就有幾個大家可能舉幾個例子啦 大家應該都聽過和很熟悉的啦 例如國際慈善日啦 國際和平日啦 或者是國際幸福日這些啦 那其實呢 在聯合國裡面推出的這個國際日裡面呢 基本上是每一個月都有的 那又有很豐富 那當然我們不需要大家都做完 那稍後呢 再會跟大家講一下 究竟怎樣可以達到這些範疇的要求呢 那待會再詳細跟大家講 會再舉些例子 好 那最後一個範疇啦 那這個最後一個範疇呢 我們就希望可以響應到不同的文化 和去推動一個和平的活動 那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那當然現在其實我們教育局也好啦 或者是可能政府也好啦 我們都很希望可以在學校裡面 推動國民教育啦 包括一些可能我們講的一些 文化上面的全定的活動啦 那所以其實正正呢 都是很符合我們這次和平學校 我們想推動的這個四個範疇裡面 這個culture 和Action for Peace的一個範疇的 那是啦 那都可以達到我們雙方面 都可以有一個幫助的 和一個協同的作用啦 OK 好了 那剛剛好像說了一堆 很理論上的東西 那究竟具體上面有些什麼的例子 可以給到學校老師去參考 究竟具體我們怎樣去開始這個program呢 那大家可能聽完之後 有些模糊啊 究竟我要怎樣做啊 怎樣去進入啊 那不用擔心的 那一開始的時候呢 大家只要加入了我們這個project之後呢 我們會去舉辦一些線上啦 或者是線下啦 有一些不同形式的活動啦 一些training啦 或者是一些工作坊這樣呢 就給到學校和老師 甚至呢 我們都很希望呢 可以邀請到學校裡面一些school leader啦 例如一些student leader啦 例如一些student leader啦 好像prefect那樣呢 去率先透過我們提供的這些活動 還有工作坊 給大家去了解和認識我們這個和平學校的項目先的喔 好 那接著下來啦 那我們就會就著剛才我們所跟大家介紹的那個四個範疇的活動 怎樣去實質去開始一些具體的活動例子呢 給大家去了解的 好 那首先第一個範疇 大家記不記得是什麼呢 對了 沒錯 就是關於我們怎樣去配合去推動 響應聯合國提出的指定的國際入活動啦 那我剛才也舉了幾個例子的 那比如第一個 可能我們經常都會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個例子 叫做國際日 叫做international day 我們叫做 好了 那叫做國際日 那這個國際日裡面呢 其實很熟悉的一個叫做國際活動日 是什麼 那大家經常都會聽到的這個其實 好了 那其實在學校呢 我都知道很多個學校呢 其實根據他們自己校本的一些 課程的安排啊 或者是需求你們都會舉辦這些活動 那當然我們根據學校的效力 我們不一定需要在當日這個指定的日子 要去特別去做 而是在前後都可以的 去響應大家去做一些活動 例如可能講的 我們會不會在學校 會就著這個和平作為一個主題 去舉辦一些畫畫的活動啊 去分享去推動什麼叫做和平呢 去為大家去介紹啊 究竟和平的概念是怎樣的呢 那這些活動呢 都是復充了我們剛才所說的 這個關於國際日的這個範疇上面的要求了 好了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 那叫做國際幸福日 那這個國際幸福日呢 那這個國際幸福日呢 也都可以給到少少的例子 大家去參考的 例如可能我們會舉辦一個 會不會是一些全校的老師 或者是同學的那些 那些happy face的照片展啊 這樣的活動呢 去令到大 去帶出一個信息就是 我們去享受 我們的生活 一個有價值 很有意義 如何去為大家帶來一個幸福感的 這些這樣的活動呢 那都是符合了我們剛才所說的 這個範疇上面的要求了 好了 那另外再舉在多一個了 就是我們大家在PowerPoint上面 看到的這個Earth Day 這個呢 叫做世界地球日 那我想這個呢 大家就是絕對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了 例如我們呢 會經常在我們學校會舉辦的 一些環保議題的活動 例如一些種植啦 那這些活動呢 那這些活動呢 完全都是想帶出一個信息 就是說 令同學子呢 他知道 如何去保護 和去愛惜 我們這個地球上的資源 那這些活動呢 其實就完全是可以符合 我們剛才我們所說的四個範疇裡面 其中這個 可以響應和推動我們這個 聯合國提出的 國際日的這個範疇啦 沒錯 好 那這個呢 大家應該都清楚了吧 好 那我們呢 就會折著下來呢 就是 介紹多一點點的例子 給大家去知道 我們如何去做這個十七個SDGs 我們可以做發展目標 那其實呢 十七個可以做發展目標裡面呢 每一個目標裡面都會有包含那個範疇很闊 另外裡面的內容是很豐富 那學校的老師可能會聽到 哇那內容就很多了 那會不會很重的呢 那不用擔心的 在我們和平學校這個項目裡面呢 其實就不會要求強制性 去要求大家 哦十七個目標都要做快的 那絕對不需要的 那學校呢 可以根據自己學校一些校本的 你們的需要啦 或者是你們本身可以怎樣配合 學校原本已經有的一些idea啦 那我們就去想一下 我們也都在和平學校這個項目裡面 去幫大家去提升 那咦我們做的這些活動 是不是可以符合到 我們所說的十七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呢 那其實咦原來是可以的 那其實我們再可以幫大家 怎樣把整個活動層面的價值 去更加去提升的 那所以呢 這個呢 我們在學校裡面去做 其實就已經OK的了 那當然我們呢 也都會提供一些叫做支援給大家的 那在PPT上面 大家看到的這個呢 就是2022年至23年 我們和平學校呢 計劃的一個啟動禮啦 那這個啟動禮呢 在啟動禮上面呢 除了我們去 這個活動之外呢 那我們也都會在現場呢 就舉辦了一個關於 一個工作方的認識啦 去給大家當日參與的學校 或者是嘉賓或者是老師 去更加對十七個可持續發展目標 多一點認識和去理解的 那所以呢 大家不需要擔心 我們之後呢 陸陸續續就會將這些活動的 具體舉行的時間 和詳情呢 就會公佈給大家的 那當然來年呢 我們會一樣 都會有這個活動的舉辦的 那所以呢 就稍後的時間 我們就會再通知大家 究竟可以怎樣去參與啦 好 那 很快的 我們就去到第三個範疇了喔 那第三個範疇呢 其實我們就是在說 我們怎樣可以去推動 我們一個文化發展的這個活動 那文化活動呢 例如剛才可能大家會 其實學校經常都會做的 那例如我們可能在說 就是說 我們怎樣去做一些活動 或者是透過學生去做一個具體的行動 配合學生自己一些發展的特質啦 例如可能有很多學校呢 其實你們可能在 你們在活動目標制定上面呢 都是配合學校學生的發展需求的嘛 那可能我們想推動一些 叫做運動認識的 可能現在經常都會聽到的 就是透過Yoga Yoga for Peace 這個活動 去響應去推動和平這個概念的喔 甚至有些學校呢 我們很想去推動 Dance for Peace 這些活動行不行呢 例如Plan for Peace 這些行不行呢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只要你們這個活動 是可以帶出怎樣去推動 和平這個訊息呢 其實都是可以 輸入到我們所說的這個教育範疇 好了 在下面那兩張相片那裡 大家是否看到一些很熟悉的畫面呢 例如在學校上面我們 經常都是一些主題的活動啦 例如可能在事藝科上面 你們都會把這些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動呢 都會是和學校這些活動結合的嘛 沒錯 那這些活動呢 其實就是可以響應到 我們所說的 推動這個文化活動的這個範疇上面 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個活動呢 其實尤其是我們在中國啦 包括香港啦 都很多很多這些內容很豐富 也都很值得是給學生去形式 去了解 甚至希望他們做到一個全程的作用的 那所以這個保護文化這件事 其實很重要的喔 那所以變了我們是 也都響現了我們一個叫做 國安安全教育 這個叫做文化安全這個範疇啦 那麼我們在和平門學校這個項目裡面呢 我們都很希望可以推動到這件事的 那所以只要學校做到這些這樣的活動呢 其實我們都是叫做可以符合到這個範疇的要求的啦 OK 是不是很簡單呢 好 很快的我們就去到我們第四個範疇啦 那這個範疇呢 就我們叫做community service啦 那就是社會服務啦 那社會服務包括是一些義工服務啦 其實學校就經常都會舉行的啦 例如可能我們學校呢 會就住我們自己的學校啦 例如可能講的 我們會不會有些長者服務啦 又或者是一些社區性的服務啦 去帶學生去走進社區去做一些捐贈啦 或者是去做一些幫助義工性質的 去為社區做一些協助啊 這樣的小小義工啊 這樣的這些活動 那其實呢 這些活動呢 都是可以符合到我們這個範疇的 那而且這些活動呢 其實都是可以 從我們剛才所提出的 我們這個和平學校的理念 我們要推動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嘛 那裡面呢 其實都有的 令到社區可以持續發展啦 是不是 可以幫助去解決一些 社區上面的出現一些貧困的問題啦 經過我的問題啦 那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可以響應到 我們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 那所以符合了我們這個和平學校的房屋的理念 也都符合了我們剛才所提到的四個範疇裡面 其中這個 community service 這一個啦 所以呢 這些活動其實都很豐富的 好 那四個範疇呢 大家都聽完了 是不是啊 那可能有些聽完了一些例子之後呢 那可能學校呢 那可能學校呢 都會在想著就是說 哇 是啊 我們平時都做的 其實都不是很重的 做的 加入我們這個和平學校的計劃 是不是 那當然有些學校都去想 其實我們可能未必都會有這麼多的活動去舉辦 那怎麼辦呢 我又很想參加這個項目 那還有沒有什麼 我們是這個program可以幫到大家的呢 那是一定有的 因為剛才miss也介紹了啦 我們這個項目裡面 有很多的partner 那其中呢 這個國際服農社呢 也是我們一個很好的partner 那剛才miss的說話就是百年老店 那他們這個 在他們這個機構下面呢 或者是我們其他的partner機構裡面呢 都會經常不定期的舉辦很多很多很有意義的活動 那例如peace for camp 或者一些vulture culture exchange這些活動 那其實這些活動呢 都是很想去宣傳 去推動和平教育 去推動和平的一個信息 去給予大家的 那到時呢 我們呢 只要我們這些partner 會舉辦這些活動的時候 我們就會率先 第一時間 就會去介紹 去傳給參與我們和平學校的這些學校了 那大家只要看到 好 可能覺得說 哇 很棒啊這個活動 哇 我們學校非常非常喜歡 那就歡迎大家 立刻開報名 那就可以了 那當然我們不單止有這個活動的 那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形式的 都會有 那到時大家就敬請期待 好嗎 好 謝謝你們 好了 那剛才說了呢 我們介紹了我們第一個partner 我們的百年老店 是吧 叫做國際輔論社 那當然他們剛才 他們都會不停地舉辦很多個活動 那比如有些可能社會性啊 或者是一些可能很有意義的 的義工活動啊 之外呢 那我們其他的partner呢 都有不同的形式的啊 那就是海洋公園啦 是我們其中一個很好的partner啦 例如拍師音樂啦 那他們都會有很多這些呢 是一些很有意義 很有社會意義啦 也都他們都很想共 去推動和平這件事的 的一些program 都會推出來的 那包括我們講的DI啦 包括我們其他一些機構啦 那他們一些partner呢 都會推出不同的形式的 例如一些STEM啊 享用STEM啊 這些活動呢 都會有的 那只要我們收到這些 的信息 活動信息呢 就一定會是第一時間呢 是先給了參與我們和平學校的 這些學校的 這些學校的 好了 那所以呢 參加我們呢 是不是很好獎勢呢 好了 那我們接著 下面再看一下先 我們好 好 很重要的時間來了 那大家就會說了 咦 我們整個time line 究竟是怎樣去開展的呢 整個活動 那很簡單 首先呢 我們呢 今年 2023至2024年呢 我們會在9月呢 我們就會 好像剛才在partner方上面 大家看到了 我們會有一個項目計劃的啟動例先的 但是這個啟動例呢 具體的地點啦 時間啦 那就要給多一點點時間 我們啦 那麼我們稍後呢 就會將這個場程呢 我們就會去通知 參加的夥伴 是的 通知大家的 好 不用擔心 好了 折著下來 當我們的計劃正式啟動之後呢 好 所有的活動呢 就會按部做班了 就會在大家 學校裏面 根據你們的school year 是的 我們應該就是9月到來年的 6月7月這樣的時間 那麼在學校裏面呢 你們就可以 例如in school裏面 你們可以舉辦一些不同的活動 對吧 好像剛才所說啦 響應我們這個和平學校的理念 之餘 符合到我們剛才所說的 四大的那個範疇啦 那麼當然就不是說四個範疇 你全部都要做完的 不一定的 那好像很多內容 那不需要的 那麼這個啦 又或者是在你整個school year的裏面呢 那你又可以參與我剛才所說的 由我們一些partner呢 去舉辦的一些活動 都可以的 那這些就大家可以 我們這些partner舉辦的一些活動呢 大家就可以自由 根據你們學校的校本需求 去選擇的 好了 那在這個時間呢 時間線上面啦 好 那我們有少少的東西 需要各位參與的學校去幫忙的 那怎樣去幫忙呢 首先就是我們要希望參與我們這個和平學校的項目的學校啦 那到時要在我們2024年的5月或者之前呢 可以做一個叫做report啦 給到我們的和給到我們的主辦單位 那這個report呢很簡單的 那一會兒我們會show給大家看 究竟可以怎樣做 要填一些什麼資料 要提交些什麼呢 那非常簡單 稍後就會給大家看的 那記得那個時間 在2024年的5月或者之前就OK的啦 那當然最後啦 也是一個我們很開心的時間 那就是大家做了那麼多事情啦 我們也做了很多事情啦 那當然我們很希望將一個這麼好的訊息啦 包括各個學校你們所做的一些這麼好的活動啦 這些學生的成果呢 就可以在我們最後的項目 這個2024年6月這個時間呢 就分享到給更加多的人認識 更加多的學校去認識的喔 那所以呢 那也是一樣啦 那我們2024年最後的整個分享啦 或者是我們的頒獎活動啦 這個日子呢 都要稍後再去通知大家的 好了大家又繼續期待一下先 好 那這裡呢 聽完之後 大家會不會很擔心就說 哎呀 那會不會 啊 怎樣怎樣做後面的報告要怎樣做啊 甚至是所說的 我們有些其他的東西可以怎樣交呢 不用擔心 來了 這個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這個呢 就是參與我們這個和平學校項目啦 到最後呢 我們都想大家去交回這個報告給我們 那這個報告呢 我們會有一個圖片給大家的 那上面很簡單的而已 那只要呢 就會可能學校舉辦完你們的活動啦 或者是參與了我們這個partner機構提供的活動之 之後呢 那你就會填上少少資料給我們的 那這個資料呢 就是例如一些活動的名稱啦 活動參與的人數有多少啦 例如是可能家長 是不是參與的對象 是包括學生還是老師 那很簡單的而已 填上名稱啦 日期啦 人數啦 還有一個叫做對象啦 那這個是第一part的基本的資料 然後 那就會提供少少的相片啦 那你做了這些這麼好的活動啦 那這個相片 對啦 對啦 另外再加少少的簡單的文字介紹 去介紹你這個活動的 一個活動簡介 那其實就已經OK的啦 那大家就可以 對啦 到時再上這個報告給我們 那就完成了啦 非常簡單 好 那接下來 那這個呢 都想給大家去看一下 這個就是之前參與我們的 這個和平學校的其中一間學校啦 叫做中華基金會學校 我們很榮幸啦 請到校長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他們參與和平學校這個項目的時候 他們是怎樣做的呢 做了些什麼呢 好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先 好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先 用和平教育 每一間學校呢 都有它的 願景啦 還有它的 方向 那麼我們都是 作為 在二十一世紀的 一個 直知中學當中呢 我們更加希望同學能夠 擁抱學習 今天講到P school的 program 究竟我們怎麼能夠展開呢 總共分開四個部分的 那麼第一部分呢 就是以一個 社區的服務 為主體 那麼第二部分呢 就是透過教育同學呢 在我們叫做 可持續發展教育目標的框架上面 去推動啦 我們叫做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Days 那麼 也有一個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就是剛才所說的教育目標 那麼這一方面呢 無論在課程當中 在聯課活動 在社區服務那裡 都是在扣著這些主題的推動的 那麼 那麼跟著最終的那一部分呢 我們會講一講 多一點關於 咦 我們怎樣是將這個 peace 和那個mental health 扣連在一起 透過那個蟬妖畫的製作 那麼 首先講一講 社區服務 很多時候呢 社區服務呢 都是可能學校 它有一些的network 有一些的機遇 那麼跟著呢 邀請學生參加 但是我們覺得呢 如果能夠 很有效地去推動 peace education 呢 學生呢 一定要在一個 我們叫做一個 主動的角色 去推動社區服務 那麼我們給一個 預算啦 2000塊的預算 讓他們呢 從 構思的社區服務那方面呢 就是 動用一個資金 怎樣去寫一些計劃 怎樣去推動活動 中間做一些 interim evaluation 最後呢 就能夠繼續 extend 它的 network 一直呢 去服務 這一班的社區人士 那麼我們呢 都有一個框架 講到呢 21 21週年 進入21週年 當時 有20個的 社區服務計劃呢 我們希望 不同的 學生的組織 他們都分別去serve 去服務呢 社區不同 有需要的 一些人士 例如說 你看到 第一幅圖那裡 講到 我們呢 就帶一些老友記者 來到我們學校做實驗 和教他們 泡茶 那怎樣沖茶 有一些 和我們叫做 中草藥有關的 一些主題 那這個呢 就是將科學 我們叫做 popular science 科普那邊 將這個 健康生活 和和平的訊息 共夜一路 透過社區服務 去推展開它 那你看到呢 就算很簡單 第十七項 你看到 draw for peace 我們不單止 draw for peace 還有一些 未列入到 這二十個計劃裡面 draw for peace write for peace 還有 calligraphy for peace 那其實全部呢 都是將和平的訊息 就是你看到 很多同學參與的 全校參與的 過千位師生 一起去推動 將和平的訊息 內化在當中 然後再廣傳開它 那這個呢 就是關於我們 community service 如何能夠去推動 和平教育 那除此之外呢 因爲其實我們都和平 亦都要 echo到 我們叫做 聯合國組織 還有我們講的 可持續發展教目標 那所以第二第三項呢 都是扣緊一些 和關於 curriculum learning 有關的一些部分 那在校內呢 我們都有很多的workshop 包括一些 我們小數屬裏的一些服務計劃 或者一些cooking workshop 你會見到 或者是講一些的 養牛業 農業那方面 農務那方面 那或者也都有推動一些 叫做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Day 真是很知識上去推動 因爲其實這件事情 都需要的 因爲其實同學 都可能未必 真正正很了解 究竟UN 他所推動的 一些和平的訊息 是怎樣呢 或者透過一些簽名運動 透過當簽名當中 讓一些senior student 去把這個和平的訊息 廣傳開去 在校內推行 那也都 雖然疫情 但是我們同姊妹學校 有一個VC Videoconferencing 是吧 上面也都 同學設計一些攤位遊戲 去推動 叫做Global Awareness Day 和一些promotion 按一個SDGs 那講到呢 SDGs 那不得不提 就是 我們學校 是echo 我們叫17個可持續發展教育目標 我們學校也都 有另一個slogan There is no plan B because we do not have a planet B 所以這個呢 好像跟我們可載生能源 極地 那個氣候的 溫度的失衡 是吧 那個的 很 異常的氣候 等等好像有關係 但是其實這些呢 都是跟 我們的人類 我們人類 就是主宰住的世界 怎樣能夠有效地去運用資源 去讓 地球村 每一個人 都能夠生活得和和平平 開開心心 那當然呢 我們就扣著這17個可持續發展教目標 無論是 很academic的 在Reading上面 你看到Reading period 我們都會有一些文章去讓他們閱讀 簽名運動 入去課程當中 社區服務也有 聯課活動也有 當然呢 舉例就說其中一個叫Fair Trade 因為呢 究竟公平貿易是什麼呢 公平貿易是說 我們平時喝很多的咖啡 很大財團的咖啡 究竟這個咖啡的貿易 對於一些當地負責的農民 去種咖啡豆的農民 是否公平呢 那麼 他能不能夠維持到新計呢 他能不能夠 即是 即是 他會不會被壓榨得到呢 其實這些呢 都是說和平的概念 究竟會不會 財團的壟斷等等呢 這裡另一幅圖見到 公平貿易朱古力 同學怎麼想這件事情呢 朱古力就吃得多了 究竟其實也有沒有市場的壟斷呢 等等的事情 那麼其實呢 一個很好的資源的運用 以及在貿易上面呢 應該要有很好的控制 才能夠讓到地球村 無論是商人也好 農民也好 不同的自分者也好 他們都能夠和平共處 那麼 除了講到那個社區服務 United Nation International Day 講到可持續發展教的目標 那麼 另外呢 我們都將這個和平的概念 構成我們的 mental health 那麼 因為其實在疫情當中呢 雖然大家都很關愛的學校 但是其實 不得不提呢 其實都 不要說 學生 其實大人 都會面對很多的挑戰 是不是 如果說學生來講 健康的挑戰 怕會中到COVID 是不是 學習上的挑戰 也是社交方面的挑戰 也是社交方面的挑戰 每次看到都很虛擬 虛擬 但是就不是實境了 是不是 很虛擬看到的 其實 而這個 我們講的友誼的建立 是不是 個人的價值觀 是不是 群體的生活 其實都一定是很需要實體的交往 才能夠建立得到 但是正正這兩三年的疫情 讓導同學呢 在成長這麼重要的成長階段當中 是面對很多的困難和挑戰 那麼我們呢 透過推動和平 draw for peace calligraphy for peace 很多不同的形式 for peace 那麼我們已經在想 咦 原來透過畫閃耀畫呢 也都可以讓導同學 去將 他內在一些不開心的情感 表達出來 也都透過一個 正向思維 一個正面的教育 去讓導同學 從中建立一個 一個character building 透過他實體 去畫一個閃耀畫的工作坊 將和平信息 以及將健康教育 特別是精神健康 混合在一起 那麼相信呢 我們其實同學呢 都很努力 在社區服務當中 老師也很努力去籌辦活動 目的是 希望呢 同學能夠 明白和平的重要性 我們要推動和平呢 是需要大家的協助和努力 如果我們想走得快呢 很簡單 我們自己走就行了 但是如果我們想走得遠呢 我們是要一起走 我相信我們 同心同步同行 我們一起走 是希望不單止走得快 而且是走得更加遠 是為了我們下一代的福祉 而努力 為了我們下一代的福祉 而去服務 多謝大家 好了 我們很感謝中華基金學校校長的分享 大家其實看完了 剛才校長分享的這個影片裡面 其實是不是已經很具體 和很清晰呢 可以了解到 我們究竟可以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活動 才可以達到我們剛才所說的 推動和平教育 參與這個項目去推動和平教育 推動我們可持續發展的十七個目標 包括是可以 怎樣令到學生更加認識多少少 怎樣為我們這個和平 這件事 大家一起去做些事情 好了 這個時候 大家聽完之後 很棒 是不是很想立刻報名參加呢 沒錯 很簡單的 只要大家去掃了我們現在的QR Code 掃了QR Code 你選擇了裡面的項目 填了一些資料 非常簡單的 就可以報名參加了 當然這個項目 我們都需要學校 校長簽名 給我們 到時你再上載這個項目 給我們 這樣就可以了 對 好像我們現在直播這樣 321 我們就快點掃了 這個QR Code 好了 這個時候 大家聽完我前面有一堆的介紹 也都看了校長的分享之後 會不會大家覺得很好啊 但是可能我還有一些地方 都不是很清晰的 都想再了解多一點點的 歡迎大家提問 甚至你可以開聲去說 發文 又或者你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可以看到 就即時我們有請到MISS 一起幫大家解答這些疑問 好嗎 好了 我們先看看 隨便發文 不要客氣 我們其實這個活動 我們在我們今次和平學校這個項目上面 我們都很希望透過我們的平台 透過我們的partner 有很多很大量很豐富的一些活動 一些資源 可以支援到學校 和我們是有一致的理念的 很希望可以大家一起去推動和平教育這個訊息 去響應這個十七個學次族發展目標 亦都是去幫助學生去推動一些價值觀教育這件事 如果大家都很想參與這個項目的 了解多一點的 當然可以去提問 如果沒有的話 稍後你會覺得 我現在還沒想到 不要緊 可能我稍後想到 隨時歡迎你們聯絡 我們都可以的 這個時間交給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這個時間交給老師先 好 好 多謝今天大家出席這個briefing OK 我們這個briefing是recorded了的 待會我們就會稍後 就會把它給回 如果有需要可以去看 OK 我知道有同工有些事情要問 OK 那個report呢 剛才我們有個template 其實我們參考了之後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特別的session 會講得比較更加詳細的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求學校呢 是的 這裡有個template 就把活動的照片 我放在裡面 還有寫大概50至100個字 OK 就當然了 這個活動 是怎麼能夠滿足我們這個要求 有沒有第二個問題? OK 我們看不到你有問題 有人舉手 其實之後都歡迎大家 你可以我們有個WhatsApp的電話 你可以在我們的WhatsApp的電話那裡留言 我們會回答大家的 這個活動的registration deadline 就今個月29號 還有這個項目呢 我們都會收一個registration fee的 那registration fee就是五千元 一間學校 OK 也知道可能在座有很多些代表學校出席的 或者是來自扶輪的sponsor school 那我們都看到有些扶輪社呢 也都很願意sponsor他們的學校 那這方面就是 如果想要多一點資料 那你們可以跟我們聯絡 OK 祝你們今年的新學年 試試順利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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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